10月18号 香港河南联谊总会成立大会在玉港两地同步举行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出席香港会场活动并为总会授牌 河南省政府省长王凯出席郑州会场活动并致辞 成立大会由中共河南省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孙守刚主持 香港河南联谊总会是一个爱国爱港爱河南的非盈利性联谊组织 旨在联络在港的河南乡亲共同搭建合作交流平台 促进玉港两地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中央人民政府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何静 分别以兴系玉港力宪加邦和宁兴趣力造福玉港 为香港河南联谊总会成立题词 王凯在致辞中表示 玉港两地同根同组血脉相连 建设现代化河南 离不开香港同胞和旅港乡亲的鼎立支持 截至2020年底 香港在河南累计设立企业6411家 实际到位资金1144.6亿美元 去年 玉港贸易总额达到208.6亿元人民币 香港已经成为河南吸收境外资金的主要来源地和重要贸易伙伴 长期以来 香港各界朋友和广大旅港乡亲 关注河南 关心河南 支持河南 积极到河南投资新业 主动投资公益事业 为河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今年 灾起 疫情期间 旅港乡亲 亲戚故乡 积极行动 慷慨解囊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香港再出发大联盟秘书长谭耀宗 在致辞中表示 河南同胞在香港一直高举爱国爱港的鲜明旗帜 支持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的落实 共同维护香港一国两制 行稳致援 共同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 香港河南联谊总会会长湛大卫 在致辞中阐明了该会成立后 将从八个方面进行规划 全力搭建港域交流平台 大会上 梁振英向香港河南联谊总会主席杨志宏 颁发总会会牌和聘书 梁爱施 谭慧珠 蔡冠申等香港知名人士 分别为该会高级顾问和荣誉主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